大家好 我是阿栋 我现在在山东省济南市 我身后是抱周全的昌原 昌原是明朝著名寺人李潘龙的读书寺 我们去看一下 这就是昌原 我们进去看一下 每口有两株是狮子 因为天冷 这些树木都被造起来 这种雕塑 这里的建筑也特别的漂亮 你们去看看 是王雪涛先生的一生的介绍 古今室的建筑 特别特别的漂亮 灰墙灰瓦 红柱 正对过的有一株大殿 两旁也有两株侧殿 我们先去前面的大殿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一些书画展 明朝的处名寺李潘龙先生 这个昌原啊 里面呢有特别的书画 刚才我们看到主店 还有他的两个侧堂 都是一些书画 那个地方的建筑也特别漂亮 如果是夏天来好 很多的树木也会非常的漂亮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明朝寺李潘龙的独树树 也是王雪涛先生的纪念馆 这里很多话都是王雪涛先生 这次先拍到这里 去其他地方